由今天開始去M&K Camera 就不需要再過海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 的Frankie 現在是2023年 M&K Camera 已經正式成立了14年了 首先多謝各位顧客一直以來的支持 各位曾經有朋友或者客人 都跟我說過一個問題 就是說其實兩間店 根本不需要放同樣在九龍區 可以放一間在香港 其實這番話我一直是放在心裏 只是等機會發生 近年發現尖沙咀區 就不是很適合我們公司的發展 而且加上已經是有一段時間 裝修開始舊 亦是時間換一個新裝 所以趁這段時間 在香港島區就找一個適合的地方 經過多番的考慮和找地方 天時地利人和加在一起 現在就找了一個德庫道中 即是電車路中環的地段 相信這個位置的方便性就是非常高 大家都可能為一個疑問 就是既然兩間鋪到底他們的分別是什麼呢 我可以說大致上的分佈都是類似的 而中環店最大的差異就是會精品比較多 本身就是樓上鋪 私隱度會高一些 以及地方比較優雅 在較早之前 我們都舉辦了一個中環店的Grand Opening 都非常多謝各位股客 以及好朋友的支持 一起去參加這個Grand Opening 趁現在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當日小小的片段 各位呢 那麼賞臉 來到這個2023年 1929號 正式M&K Camera 在中環店開張了 雖然我們就是2009年 開始的M&K Camera 到現在就14個年頭 那麼這段日子都不易過的 就很多謝那麼多位 好友呢 就幫手支持 接下來我們都會繼續的去努力 那麼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那麼我現在宣佈呢 就是M&K Camera 中環店正式開業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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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人中一次的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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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這裡 大家都會想知道 到底是可以怎樣來這個中環店 其實不外乎是幾樣東西 例如說地鐵 MTR 機鐵 或者是搭車 搭的士 或者自己開車來 我會逐樣跟大家去講解一下 好棒 這條就是Puddin 炸街 在這裡 在對面 就有一個停車場的入口 在這裡進去都方便 只不過是車位不是很多 但是流通性都很大 所以這裡都保留油位 可能駕駛的士在這裏下車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電車路的位置很多時候都是禁區 是不能停車的 在這裏見到預窗大廈就是了 扶手電梯上去便可以了 如果是搭地跌過來便可以在C出口 雖然現在做一個短期的工程 相信很快便會開回 大家如果搭地鐵的話 可以選擇中環站的C出口 一直按著雙方向 沿著電車路往前走 沿著扶手電梯上走便可以找到 在這個IFC的P1出口 是有一個行人天橋的 這個行人天橋便可以到中環街市了 到中環街市 一個短的路程便會到漁昌大廈 這裏就是中環街市了 所以很緊張的地方 看完以上的片段 大家都很清楚 如何來到M&K Camera的中環店 下次不用再教你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